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一截风暴消息 9号列风或暴风增强信号仍然生效 天文台说可能要发出10号巨风信号 风力会进一步增强 台风英雄现在集结在香港天文台的东面 大约是20公里 基本上是在西贡的海面附近 我们预计它会在未来的数小时 以一个西北的方向 时速14公里 就横过新界的东部 稍后来说我们的风力 可能会更进一步增强 天文台说 英雄的路径如果没有改变和没有减弱 有可能会改80号巨风信号 受风暴影响 最少270多班航机取消或者延误 国泰和港龙航空 下午2点开始取消所有航班 长泳航空亦已停飞 机管局呼吁旅客 去机场前打电话到航空公司查询 风暴消息讲到这里 有最新消息再为大家报道 Martha 氏 我的东西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